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说 全球抗中的战争当中 台湾就是主要的防线 另外美国智库 太平洋论坛的老师海明斯也说 北约集体防卫没有包括夏威夷的话 那怎么阻止台湾被入侵呢 为什么要排除夏威夷呢 另外再来看到说到了 台湾这一部分 不要兵凶战危 所以马英九这个时候 访问中国大陆真的很重要 4月1号要访问中国大陆 为期11天 4月8号传出会有马锡二会 萧续成就是马英九办公室 这边主任说客随主便 另外也传出来说 有其他的大咖也要访问中国大陆 也许是王金平吗 就绿营这边论点是什么呢 就说马英九啊 你去中国大陆 就是为了怎么样 要影响赖清德520就职演说 但是呢 美国其实也很紧张赖清德 IT主席罗森伯格呢 他也要访问台湾来 这是三个月呢 他二度访问台湾 也要凸显关注赖清德就职的演说 我们来看到马英九这次的行程 我们把它放大一点 来看看 亮哥你怎么看这次呢 马锡二会 第一个呢 当然他会先到深圳啦 广州啦 西安啦 西安来到5号到6号都是 7号8号9号10号 其实是到北京了 所以传出来说 4月8号会不会举办呢 马锡二会呢 更别说他还要参观北京故宫 我知道亮哥刚从北京回来 应该没时间看故宫吧 没有 有去看别的地方 OK 那个马英九我觉得 即使有二会啊 那重点是在于马英九提出什么诉求啦 我现在目前有一个传闻啊 说他希望能够讲互不否认主权 然后尊重互相的治权 哇那这个是蛮 这个是很高的议题 蛮深的喔 很高的议题 回到九二公司了 但是这更具体喔 他当然 明白说出 可是当时的精神也是这样 对 他大概就是要说九二公司就代表这个 谢谢 那 这个如果习主席真的有回应他 那这算是大行为 那是非常大 对对对对对 因为 坦白说啦 那个民进党以后再要说九二公司 就是一国两制 那就 那就没有没有 就慫了 就是胡说八道了 对对对 坦白讲这个我们 就台湾的角度来讲 也是帮赖清德解套 是 而且这个也会联动到金门 现在碰到的问题 因为互相尊重治权 是不是意味着执法线也要互相尊重 对 不过是不是真的这样我不知道啦 我是听到一些 有些消息 蓝营的人传出来的消息 坦白说啦 如果马英九只是像上次这样 只是说有提到中华民国 然后走过国民党的种种历史文化遗迹 那就是他的个人之旅 那不会有什么大新闻 那个我们讲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没错 所以真正的重点是 就是你刚才讲的那种 他提出什么 然后习主席如何回应 对 然后接下来再看 赖清德就是民进党政府 怎么接招 跟国民党立院党团 还有朱立伦如何回应 对 这个才是联动出来的政治效应 没错 所以关键就是他提出什么诉求 关键 事实上我最近在电视上 我就 我就真的是这个 层次希望马英九先生说 你不要害怕 你就代表百分之六十 对 因为赖清德只有百分之四十 没错 你如果要代表台湾提出一个 和平发展之旅 你就要勇敢认定自己 就是代表百分之六十 那怎样的主张或诉求 对这百分之六十是相对有利 对 要勇于表达你的信念 这个不要退缩了 因为 这次坦白讲大陆是 我觉得习主席是经过思考的 不然不会在这个时间点 因为是在520之前 这个一定是一种刻意的安排 那这个当然就意味着 他希望两岸不要出大事 对 那当然就是你刚刚讲的 从东海到南海 希望三海联动 那希望台湾不在里面 对台湾不要在里面 对我们也好 是啊 嗯 我同意啊 那可是 所以昨天有一位将军就讲嘛 说马英九 你这个 是一个关键旗啊 你如果诉求的好 然后习主席有 比较好的回应 会联动到民进党跟国民党 来跟进做一些回应 那整个氛围会不一样 对 所以 因为这个时候坦白讲 也没有像他这么有分量的人 那虽然有传出 后面可能是王金平 嗯 下一个 可是 但是毕竟 可是两岸的主张 毕竟是以马英九为主 是 这大家都知道 那你也可以去思考说 为什么 大陆高层选定的人是马英九 而不是朱立伦呢 因为朱立伦是党主席啊 理论上也可以 马朱 对啊 马朱的党主席见面啊 理论上啊 那这个当然朱立伦就要 好好思考 你在两岸有没有过积极的主张嘛 那可能人家就觉得 可能 你没有得到很多人信任 对 这个事还蛮现实的 是啊 那当然对大陆来讲 他如果要营造一个两岸 比较好的氛围 还有能够重启某种架构 那就变成朱立伦跟赖清德 就是没有被考虑在内 就是这样 这个很 很直接了当 对啊 所以 罗生伯格也来 我并不认为 罗生伯格是 要阻止这个 或是谁 我认为不是 我认为是 他们可能更担心赖清德一点 对 所以要比较确认 他的就职眼说 不要乱来 能不能够 符合美国的希望 就是 他们是担心赖清德的讲法 是不是足以稳住 因为赖清德的判断可能是错的 因为习近平毕竟跟拜登见过 那美国王毅跟布林肯等等 我认为他们相当了解 道路的想法 那什么样的东西 叫做没有到位 那这个冲突可能 就会继续再下去 而且你去想一想 明天 你也知道金门 就要进入实战射击 连续三个礼拜 对不对 那这个 坦白讲这个没有处理好 是很容易出事的 这是敌意螺旋不断的加 而且我目前已经看到一些声音 开始出现 就是 他觉得民进党是故意的 OK 这声音已经出现了 而且有一个地方 距离县门只有四公里 就是湿雨 对湿雨 那蒙古雨你也知道 那是流五店 他正在填流海 流五店的航道 那挖泥川 就会这边过拉 难道你就要直接往他的方向射吗 因为这个不是你有没有打到的问题 而是你打到我的方向 那这个就是充满敌意 没有因为只要实弹射击的话 通常会划出 你就不要过来 那这个很危险 通常会反方向 对 就是完全避开你 避开 完全碰不到 可是这个是明显有可能碰到 对啊 因为是同方向 对啊 那同方向都没有打招呼 没有商量 那这个就是敌意 这个一定会被认知为敌意了 对 是 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说 这个因为四月的时候 以前四次都是在复兴雨 在廖楼湾这一边 对啊 或者是本岛这边往另外一边 是 往东南 对对对 都会往东南 对 因为倩姐在进门待过 她非常熟悉 所以四月的时候真的是 你看哈 两岸这边真的有一些冲撞的可能性 比如说金房部 四月三号 会在蒙古语这个地方 进行实弹射击 当然它是整个都有 这边也有 这边也有 东东都有 本岛也有 这边也有 所以可以看出来 四月真的没弄好的话 真的有可能会擦枪轴火 所以另外来看到 所以马英九这次行程 非常的重要 因为替呢 两岸的和平开了一扇窗 另外来看到 ART主席罗森博格访问台湾 那也是很有意思 第一个呢 跟赖清德有相关 另外呢 会不会也是跟均无有相关呢 这是美国商务部的 国际贸易管理局 他公布说 其实要针对 台湾无人驾驶飞机系统 跟反无人机的相关任务 要在2024年的9月22号到25号 要跟台湾来 是要来卖武器吗 那更别说 中国大陆现在 因为军事崛起 美国现在呢 也步重兵希望 要武装台湾吗 现在看到 他要给台湾 四架无人机 MQ-9的无人机 那更别说 美国在去年的时候 也已经呢 有水下无人载具 黄海曼也已经 进行相关的测试 说今年 也要来搜集相关情报 会不会用到台海 会不会用到南海呢 好 我先接着讲一下 罗森伯格应该算是 在赖清德当选之后呢 来的第五波 比较高的高管 所以在赖清德当选之后呢 12345 已经第五波了 那么刚才也特别讲到了 马锡惠 我认为 大家对于马先生的期望 就是他上一次的马锡惠呢 基本上是他个人的历史定位 跟历史工业 当时的情势 并没有帮两岸做出什么具体的 有开创性的作为 而现在在两岸这么危险的时候 而且双方的沟通已经几乎中断 应该说是跟民进党政府的沟通 已经中断的情况之下 若是他能够重新开启 或是建立起一个和平之桥 沟通之桥 让我们两岸呢 可以避免民族的浩劫 跟生灵涂炭的话 这会是他真正的历史工业里面 最重要的一页 那同一时间呢 罗森伯格到这里来 他会见蔡英文跟赖清德 那么当然在过去来的几次中间 有些是非常不寻常的非常短的行为 那这一次刚才佳元特别讲到了一个 我觉得可能看起来就是对于美国 目前对于台湾的军事的想定 已经从前一段日子叫我们去买刺针 手榴弹 逐渐的转为比较高阶的无人载具 所以刚才讲的那个9月的这个mission 是在美国的政府公报里面 所以如果你现在去查3月7号的Federal Register 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个特别的mission 是要到台湾去的 是属于商业的 那这个中间呢 它有四页 那我就只挑了一页给大家看 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要去做incrued aircraft system 就是无人机 还有反无人机 另外呢 还有安全系统 直管通勤系统 和水下的无人载具 并且还加上了Air Traffic Management System 等等 就是整个全套的 所以它这一个新的公告呢 就是在请各个不同的商业的 这些机构或者公司来参加 那中间讲的比较清楚的是 他们到台湾来的时候 会由AIT来给他们做中间的对接 并且AIT呢 会用他们非常庞大的政府资源 替他们安排最合适的对象 包含了国防部 中科院跟汉祥 所以说这个9月22到25来台湾的 这一个mission 就是算是贸易发展团吧 因为他找的都是现在在做军武的这些公司呢 他会是美国对于台湾的军事想定中间 再下一步 就是他会用更多的无人载具 所以你会看到现在为什么忽然之间 我台语叫做没台没机 就没事 就听到说美国人要来训练我们的人 去用无人载具嘛 那事实上呢 后面的这个生意呢 是安排好的 所以马英九先生去是要避免我们的生命有问题 生灵涂炭 他要避免这个最怕的 有美国的剧本里面的最终的那一步 而对于美国来讲呢 却是非常好的生意 因为他们也说了 2021年台湾呢 有92亿的采购 差不多将近3000亿 中间呢39.5%是来自美国的来源 那美国政府呢也对他的国会说 在2019到22年呢 有18.5亿 就185亿的采购 中间就是类似于5900 将近6000亿的台币 那么这是他们的 the foreign ministry sale 就是外国军售 是向国会去报告的 那最后最重要的是他告诉他们说 在我们国家已经说了 在台湾已经对外宣布 2024年的年中 就是mid year 不是年底 是年中呢 要采购3200架无人机 在5年之内会有好几倍这个数字 表示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军武市场 那这就跟赖清德最近去看了第一家潜舰 第一架潜舰 第一艘潜舰 又说他立刻要再做7艘 其实是一样的 他要对全世界 尤其是以美国为主的军武市场说 我们会买8艘潜舰的战斗系统跟武器系统 就已经有一艘嘛 还并不完整 那另外还有7艘 所以他对外面所送的讯号 其实是台湾将会花非常多的资源 去大量的购买军事武器 所以也就像全世界的军火商 跟这些以军火为生意的人 送了一个非常大的信号 我们所在乎的生命 其实是美国军火商的生意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这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选口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